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为悲剧发生的原因作出解释 松亚利的改革宗教会宣布了一个帮助受难者家庭的募捐 因为他们一直在与韩国基督教团体保持密切的联系 在德布洛森的改革大教堂中信徒们一同为松亚利和韩国籍的游船运难者祷告 在圣坛前出现的韩国国企也代表着信徒们与家属们一起分担痛苦 松亚利改革教会宣布为云南者家属愁狂 沉入多脑河的美人鱼的乘客们的众多数家属于周五就抵达了布达佩斯 尸骨中散生的七名乘客的家属也前来并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失踪者的家属们在马格里特岛上的反恐中心基地等待着游船从水中提出 有些人互相安慰但也有些人紧张地关注特殊救援组织的所有行动 根据韩国文化亲人的失踪比死亡是更大的悲剧 韩国时报同时写到安排本次录像的韩国旅行社已经取消了所有多脑河游船活动 并将偿还所有已支付前往布达佩斯旅游的费用 这名韩国游客表示他也有计划欣赏布达佩斯的夜观 但在事故发生后他并不愿意乘坐游船 事故发生令我非常难过 当然我也很幸运可以游览布达佩斯 我在事故后一天抵达这里 韩国请求匈牙利尽早调查游船事故的原因并指出责任人 与美人与现状的酒店船的乌克兰船长于周四被逮捕 64岁的男子通过1500万福林的保时镜可以自由的编户 但检察院对此作出上诉 也就是说直到首都检察院未做出其他决定 船长将会被扣留 越来越多人访问韩国大使馆和多瑙河安边 仪表哀悼在玛格丽特桥上挂上了黑色旗子 在下面有很多鲜花和蜡烛纪念云南者 从明天开始可以购买一个新的 自现在起更高回报率的国债保险 其目的是匈牙利的家庭能够承担 国家最大限度的债务 如此有国家支付的利息 仍然可以继续留在国内而不是留到国外 政府证券的换盈度每年都在不断增长 根据最新数据 人口手中持有约为8000亿福林 从周一起值得将资金投入政府证券 财政部推出匈牙利政府新证券 它提供比以往更高的回报 在前半年它将有3.5%的利率 后半年拥有4%的利率 然后每年加息 因此在第五年它将是每年6% 这代表购买100万新政府证券 它将在五年后获得27万3000福林的回报 新的政府证券不仅仅只针对希望储蓄五年的人 因为他们可以非常便宜地兑换 只要是储蓄一年以上 就值得投资购买政府的证券 因为一年的收益率高于以前的政府证券 专家表示 如果能够继续保留它 将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周五总理在科苏特电台表示 整个国家都能从新的政府证券中获取利益 整个社区和匈牙利的家庭都能从中获得利益 因为政府无需从国外和银行支付匈牙利的国家债务 6月份发布的新政府证券将不征收所得税 以海伦德瓷器制造厂的 一刷文化为题的展览中 充满着超过200种装饰和已经使用过的物件 以及一系列罕见的物品 该展览之所以独特 是因为所展示的陶瓷是为了纪念东西方文化的结合 直到九月末都可以到布达佩斯的菊尔巴巴文化中心 前来观看这一展览 在周日举行的赛克式百宝展览中 为大家展示了赛克式百宝独特的风貌 以豪梅伊迪沃达尔赛克式百宝的过去和现在为题的展览 目的是展示国王的城市和过去 重要的历史成就以及瞬间 比如瓦塔伊的战争和当时加冕的大舅皇历史 游客还可以在尼特拉伊路的社区之家中参观 以尊崇上帝为主题的展览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